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战坡是北京市房山区的一位普通农民 四十多年来 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游喜转杯竟然可以这么快 2008年10月28日上午 他收到了人生中最大的一笔钱七万元 可钱还没雾热 就全被人骗走了 而这冰火两重天的事情 仅仅只有半个多小时 这是一笔什么钱 他是怎么来的 又是怎么去的呢 张战坡是北京市房山区十楼镇二站村的村民 女儿二十岁 在北京城里上大学 儿子十八岁上高三 张战坡患有糖尿病 家里收入全靠妻子操心 一家四口 日子过得并不轻松 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 张战坡家一直没有改新房 八年来 他们就住在租来的两间平房里 张战坡和妻子住在客厅里 另一个房间留给了儿子和女儿 这就是我孩子的房间 这是我女儿的床 这是我儿子的床 在这间不到五平米的小屋里 摆着两张床 左边的是女儿的 右边的是儿子的 过去的八年里 两个孩子在这里寒窗苦毒 共同度过了艰难的生活 如今 女儿二十岁 儿子十八岁 两个孩子再一同居住在这间小屋里 显然有许多的不便 张战坡和妻子商量着 儿女都长大了 应该盖新房了 可是钱从哪里来呢 自从查出糖尿病后 张战坡就逐渐失去了劳动能力 为了维持生计 妻子出外四处打工 两个孩子也都靠着住学贷款维持血液 现在虽然家里每月有五百多元的社会最低生活保障金 但这些钱连他吃药打针都不够 有什么办法找钱给孩子盖房呢 思来想去 张战坡想到了自家十年前承包的一块土地 当时承包这块地是为了养羊 搞些养殖 但疾病让他无法劳动 这块地实际上装了许多年 听说张战坡要转让土地承包权 没几天就有人上门了 人家要用七万元的价格购买剩下的十几年承包权 张战坡痛快地答应了 我真是想卖啊 听说想卖我这个 我太高兴了 2008年10月28日 是张战坡终身难忘的日子 他把土地承包权转给了别人 拿到平生见过的最大的一笔钱 七万元 这七万元一半是现金 一半存在了存折里 我太高兴了 有这个十多年在哪儿见过这么多钱 那在哪儿农村呢 好好地盖这房了 拿到钱的张战坡高高兴兴地一路小跑着回了家 也正巧张战坡刚进家门 电话就响了 喂 这个电话让张战坡的高兴劲一下子全没了 来电话的人说 她是张战坡女儿的老师 张家女儿在上课时突然晕倒了 对方在电话里准确地说出了女儿的名字和哪个学校 哪个专业 还说幸亏老师同学及时发现 孩子已经被送到人民医院 终于急坏了 昨天 昨天 这毛病 我这毛病本身就干不了什么 就好像工人不了 是的 电话中的老师还告诉张战坡 因为未出血 她的女儿已经昏迷 必须动手术 希望家长二十分钟内赶到医院 说这孩子那几等了 拥过去来 不行 张战坡心里着急 自己家住五十多公里外的北京郊区 二十分钟怎么可能赶到人民医院呢 听说张战坡有难处 电话那头又说了 手术必须交五万元钱 如果一时间赶不到医院 可以先把钱迅速汇到医院去 女儿突然生病 需要五万元钱 张战坡来不及多想 转让土地承包权的钱 刚刚拿到手 正好派上用场 张战坡 焦急地出了门 一赶上自个儿的孩子身上了 脑袋他就不想别的了 就想怎么救着孩子 一路上 张战坡不断拨打女儿的手机 希望听到她的回应 可电话那头传来的 却是更加令人着急的事 张战坡不敢往下想 此时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银行 来到银行 他按照老师发过来 医院收费处的汇款账户 将手头的三万五千元现金 全都汇了出去 汇完款后 张战坡的心里稍微踏实了点 可就在他离开银行 准备赶往医院时 电话又响 这次老师告诉张战坡 由于钱及时汇到 孩子的手术已经开始 但是手术中发现 他的女儿患急性脑瘤 病情严重 需要马上开炉 怎么更严重了 张战坡再次慌了事 老师说 开炉手术还需要五万元钱 要不然手术进行不下去 旧女心切的张战坡 马上返回银行 把另外三万五千元钱 从存折里取了出来 又一次回到了 那个老师提供的账户 随后再次打车 迅速赶往医院 刚过了梁香 他又要 又要钱 他再要八万 这一次 已经倾囊而出的张战坡 实在逃不出钱了 他只能催促司机赶往医院 可就在他离医院 还不到百米的时候 他的电话又响了 这回是女儿打来的 我说 能够各地发展蔓延 进行诈骗群体 等等 这个一时间 我们这个电信诈骗满天飞 不仅给我们这个老百姓 影响了老百姓的正常生活 也给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财产损事 也是在2008年10月28日这一天 北京房山区的李玉霞 也接到了一个电话 说他15岁的女儿出事了 说是那个陈海明的家长吗 我说是的 说孩子下午上体育课 摘了一个跟头 心脏出血 胃出血 还有那个脑子里有医血 说那个急着要做手术 这个做哪开楼 打来电话的人 也说是孩子的老师 孩子病得不轻 要及时手术 急需用钱 哎呀 真是青天霹雳一样 不想自己的孩子 毁了完 我说整个把我自己 没有什么 我的那种愿望 就跟着脑子里 真是 一种脑子不知道怎么着 好了 爱自心切的李玉霞 同样不敢耽误 听说孩子的开楼手术 需要五万元钱 他立刻翻箱倒柜的涨钱 哎呦 我是把手来家里 加了点钱 有两千多万元现金 还有带我那裙子 把我都装上了 装好了之后 我就在跑楼底下 打了一车 我在车里边 一边喊我自己孩子的名字 哎呦 就是真是哭的 叫着他 说明明明明 等着妈妈妈得看你 一路上伤心的李玉霞 哭喊着孩子的名字 赶去银行汇钱 幸运的是出租车司机 新戏 用一句话点醒了他 司机啊 给起了一下 上面你给 那个啊 有那个 学生那个老师电话 没有 说给老师 打一电话问问吧 这不问不要紧 一问 李玉霞知道了真相 老师说这孩子 正在上体育课 没事 所以放心吧 幸运的李玉霞 因为司机的提醒 而避免了 像张湛波一样上当 自2008年9月份 各学校开学以来 北京警方陆续接到了 类似的报案数十起 几乎是一样的理由 一样的说法 骗子都是趁学生上课 或者军训 不能接听电话的时间 给家长打电话 要求汇款 这点案件突然高发 引起了北京警方的 高度重视 为避免更多的家长上当 北京警方迅速行动 展开侦查 警方则了解了 张湛波的家庭情况后 深深的为这个 贫困家庭的遭遇而担心 他家里 我也确实看到 家里非常困难 这笔钱对于他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我真的希望 能够尽早的 帮他把钱追回来 七万元钱 对于张湛波来说 可不是小数目 虽然警方想尽快谱案 但是石湛泉越了解此案 越觉得这事难办 他发现这些犯罪嫌疑人 骗术十分严密 他们不仅能够知道 家长的电话 还能够准确地曝出 孩子的姓名 班级等真实信息 似乎对他们的情况 了如指掌 真实的信息 恰当的时间 加上利用了父母爱自心切的心理 犯罪嫌疑人不仅疯狂作案 而且气焰十分嚣张 再有那么一伙工会 他给我打回电话 就太感动了 说这钱我抽打下 给我谢 太嚣张了 根据种种迹象分析 警方推断 在这些案件的背后 可能隐藏着一个组织有序的团伙 他们能够准确获取学生信息 准确找到家长电话 准确摸清学生上课的时间 并且设置了一整套统一说法和骗人的套路 他们有多少人 现在隐藏在哪里 是不是还在继续害人呢 为了尽快侦破此案 北京房山警方迅速成立庄案组 决定彻底调查 可是从何下手呢 这个版本在当时是北京时有法案 只不过它在一段时间内 根据我们现在流行的一些个疾病 或者一些社会现象在不断的变化 所以说往往事主就容易放松警惕 上当受骗 像这种案件呢 作案的都是南方人 不是北方人 而且我们在听的时候 也能明显听到 它是南方口音 不是北方口音 好像是南方口音 根据张展坡 及其他接到电话的家长描述的情况 警方初步判断 打电话的是一个南方口音 约二十多岁的男子 仅凭这一点 要想抓住骗子非常困难 接到张展坡报案后 警方第一时间赶到了张展坡汇款的银行 不出所料 银行资料显示 对方早已将七万元钱全部取走 取款人缴无天贵 在江西开户福建取款 取钱快 技术娴熟 犯罪嫌疑人相当狡猾 如何才能找到取款人呢 现在我们手里有两条线索 一条线索是 他江西的开户行 另一条线索是福建的取款地 我们思来想去 根据我们平时工作经验 我们决定到江西 他的开户行 去调取相关的录像资料 因为在他开户行 肯定他有他的 这个开户的资料 及视频资料 为了尽快找出 吴天贵的行踪 办案人员连夜踏上了 前往江西南昌的火车 就直接到了南昌 建设银行 主要是想看到 这人是什么样 因为咱们大家众所都知 这一进门 这地方都是有录像的 是吧 这是我从我侦察角度 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那如果提供多少东西 工作有没有什么线索 可是满怀希望的实战权 在这里却铺了个空 到那我一下就愣住了 因为开户人的视频资料 一点都没有 由于技术原因 这个银行的监控录像 根本无法调取 警方希望看到犯罪嫌疑人 面目的愿望落空了 怎么办呢 银行一定会有开户人的资料 我们希望从那里能够找到 吴天桂的行踪 可是在调取了吴天桂的资料后 实战权再次愣住了 我们在这里查到的资料 显示他并不是江西人 而是一个广东人 一个广东人跑到江西开户 骗了北京人的前后 再到福建区块 真是这样了 这种犯罪的话 它有几个特点 第一 组织化比较强 通过我们侦破的一些 犯罪常常情感 犯罪组织结构严密 隐蔽性强 是吧 而且跨区域 属于一种背靠背的犯罪 而且我们把它视为是一种低风险 低成本的犯罪 是吧 因为它本身是通过电信部门和银行部门 来完成这种犯罪过程 是吧 所以说给我们打击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是吧 目前我们这里也在加大我们的相关部门的协调 是吧 力争突破我们的打击平行 提高我们的困率 给老百姓最会损失的 描ายся Hopkins 卖 把我们催院 了 咱俞 火 закон knight supp 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刷卡 但不知为什么之后他又来到了左边的这台机器 从桂园机前的这个监控录像上可以看出 来取款的是一个约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子 虽然看起来他还显质嫩 但他并没有慌张 而是泰然自若地按动着键盘 快速娴熟地开始操作 十点三十八分 在这里他取到了第一笔钱 在确认了附近没有情况后 他又转了回来 继续取款 就这样 在第一笔钱取出来之后的五分钟内 这个男子分十笔 一共取走了两万元现金 但是之后他就消失了 再没有回来 他去哪了 警方顺着这条线索继续追踪 发现六分钟后 十点四十九分 这个男子又出现在了附近 另一家银行的柜台前 从监控录像可以看出 他顺利地取走了五万元 这个男子的身高在一米七左右 年龄和外形特征 也十分符合警方最初的推断 他是谁 那个打电话骗张湛波的人 是他吗 这个时候男方口音就用上了 因为根据我们的工作经验 还有这个发案的这种特点 这个福建省安息县 发生此类诈骗的 这个事是比较多的 于是我们就把工作的重点 转移到了以安息县人为主的 这么一个工作范围 警方分析 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因为害怕 当地打击力度大 而选择异地作案 于是将调查范围缩小到 在银行和售卡点区域居住的 安息及无印男子的身上 他是谁 到底藏在哪里 很快 监控录像的截图被打印了出来 把他切成照片以后 这个都分发到咱们各个 就是说他们地区的什么镇啊 乡镇这一片 让他们逐一提出意见 让他们怎么等于说 这个埃子牌这个人 从里面住 走访窝牌是艰苦细致的工作 在当地有关部门的配合下 北京警方走遍了福建宁化的大街小巷 功夫不负有心人 二十多天后 五个可疑的人物浮出了水面 资料显示 这五个人都是在取款时 出现在宁化的 有作案时间的无业人员 那么取款的会是他们当中的哪一个呢 警方决定 去他们的住处逐一走访 然而就在这时 消息传来 他们当中有三个人同时不见了 他已经走了 具体去哪 咱们根本不知道 这时候线索又断了 三人的出走 更加坚定了警方的判断 那个取款人一定就在他们当中 而且另外两人也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但是他们去哪了呢 去泉州市安西县 思量再三 警方决定顺藤摸瓜 深入到这三个人共同的家乡 福建泉州进行调查 在泉州警方的配合下 果然有了发现 我们通过照片比对 有一个人和视频资料里的嫌疑人 长得非常像 这个人叫陈海宝 根据当地派出所提供的信息 他的确于2008年12月底 从外地回到了老家泉州 并且和他同时回来的还有另外两个人 三人平时往来密切 出手阔绰 很显然三个人的异常举动已经流露出了重大的作案嫌疑 但如何才能将他们一网打尽呢 2008年12月初在安息警方的配合下 又一次挨家挨户的侦察悄悄展开 12月16日好消息传来 侦察员发现三名男子同时出现在了一家店铺内 安息警方迅速出动 派出警力协同作战 当日在安息警方的协助下 三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捕获 北京警方历时两个月千里追踪 终于彻底打掉了这个远程短信电话诈骗的团伙 那么据我们09年有关部门统计 我们全市一共是接报了这类案件 电信类的诈骗案件 一共是接了是一万一千余起 是吧 首次超过了以往的入室盗窃案件 上升的幅度是很大的 特别是五类犯罪 用无助手段进行诈骗的犯罪 比如说电话签费 电话中奖诈骗 退税诈骗 冒出时诈骗 这五类手段的话 占的比例就更大一点 2008年 光北京 江苏 上海 广东四个地方 老百姓就被电信诈骗案份子选择了 六五的一 2009年 北京 上海 江苏 浙江 广东 又被电信诈骗案份子选择了十个多亿 北京 江苏 浙江 离离发生 老百姓啊 一次被骗走数百岩或上千岩的案件 由于这个电信诈骗案犯罪 不但犯在蔓延 已经成为这个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2008年12月26日 涉嫌电话诈骗的三名犯罪嫌疑人 从福建安西被押送回京 陈海宝 22岁 他就是录像里的那个取款人 半年前 由他牵头和好友谢小灰一道 刻画了这个骗人的生意 为了保证诈骗成功 他们还雇佣了普通话比较好的谢志生 专门负责打电话 由此 这三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组成了一个电话诈骗团伙 在日常工作中 三人职责明晰 分工明确 先由陈海宝负责买银行账号 然后交给谢小灰 购买不记名的GSN电话卡 最后 两人将账号和电话卡交给打电话的谢志生 由他来冒充学校老师或医务人员 采取广撒网的战术 拨打全国各地的手机坐机进行诈骗 诈骗成功后 在由陈海宝负责 在最快的时间里把钱取走 最后三人按照固定比例分赃 的确 犯罪嫌疑人十分可恶 但更令人担心的是 警方发现 在这三人背后还隐藏着一些专门导卖账号资源的团伙 有一拨人 就是等于是有这么一部分人 他走这条路 就是四处收集身份证件 然后去开货行 去开这个账户 然后等于是通过各种途径往出卖 卖给一些不法分子 目前我们国家有个部门对银行卡的申请办理的是要求很严格的 但是有些部门没有按照国家的有关法律和法规去进行操作 你像我们这么好的案件 一个犯罪分子身上带几十张甚至几百张银行卡 而且我们在审讯过程中 犯罪分子交代的话 这些卡都是 犯罪嫌疑人去上一些工地农村 集中以每张十元一本元不等的价格 有的是租来的 有的是借来的 去到银行的有关部门去办卡 而且我们金融有些部门有些人的话也没有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 严格讲的话 应该是一人一卡 即便是你吃别人的身份证给别人办卡了 是吧 也应该是出示本人证件才能办理 更不要说一个人同一时间在同一银行要办几十张卡 这都是不允许的 如果说银行卡是可以借可以买来的 那么学生和家长的准确信息 犯罪分子又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取的呢 犯罪嫌疑人说的是真的吗 仅凭网络就能找到个人信息 警方通过常规的搜索引擎 对学生电话进行搜索 没想到点击网页 的确发现了许多记录有学生详细姓名 电话等一些个人信息的资料 也许这些信息的发布者都没有想到 自己的举动会被别有用心的犯罪嫌疑人 拿来实施诈骗 罚网灰灰 三个依身试法的年轻人 在实施犯罪三个多月后 锒铛入狱 他们自己也清楚 只要人们遇事冷静 稍有防范 他们的骗术就不会得偿 识破这种骗术非常容易 只要这个家属打个电话到学校 为了防止更多的人 调入电信诈骗的陷阱 北京市公安局于2009年11月9日 专门成立了北京反电信诈骗 专项行动办公室 北京市公安局反诈骗专家金大志 坐镇110指挥中心 为老百姓解疑答货 以遏制电信诈骗犯罪高发的态势 在当初的时候 每天接电话报案一多 举报线索的相对要少一些 通过我们一段时间的宣传 通过打击 老百姓的防范意识 突变都增强了 接到这些可疑的诈骗转信 或者是诈骗电话 都会积极的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 所以我们接到的举报电话 相应就多了 最多的时候 每天可能要接30天 30天的电话 可是还有一些比较传统的诈骗内容 比如说孩子生病 更远在于不断地上当作片 我们在当时刚才看到这片子里边 就是它提供的是一个医院要治疗费 诈骗车口冒充是医院 那医院应当提供的是医院的反应账户 而不是指定的个人账户 另外呢 在拨打手机电话的时候 应当是医院的工作电话 而不是普通的手机号码 那就说 当然说诈骗团伙可能还通过修改号码的方法来做这个 但是据我知道 目前使用这个诈骗内容的团伙 还不会使用其他的技术手段来修改号码 所以说要是识别也比较容易 预防也相对比较容易 识骗团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